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光通讯 安控等等 你还是可以把注意力放在这一块 因为毕竟有人气嘛 真的要涨到哪 我们不去预测 因为多头市场就是这样 它就是顺着整个趋势去走 那它会做一个比较良性的一个轮动 所以从当中 我们还是可以找一些 有做梦题材 而且是在相关产业族群当中 有前景的公司 举例来说像 电动车安控这一块的 5309的系统电 因为系统电 其实今年的业绩很好 原则上已经是创下新高 明年来看 胎压政策的出货 有机会比今年再增加五成 因为Tesla的一个扩散效应之下 拉货力倒是很强 而且在安控产品的部分 它过去就有在车用 甚至到切入到 无人机市场这一块 它也有相关的一个技术 所以之前法人的报告 也看系统电来讲 明年的营收 会比今年有成长三成 EPS有机会来到三块 那外资投信 昨天算是第一天的一个 刚进来买超 所以我觉得形态上 还算是刚从整理区间 刚转强的一个味道 这个地方也可以特别去留意 再来像是 我们昨天在国务现场 有谈到的这个 铝电池和的精确 明年的一个大幅成长 也是值得期待 今天算是 初量的第一根红棒 去做一个突破性的表态 那再来今天算是 这个尾盘的生计股 也同步性的发动 那生计当中 其中一家转型控股公司的 又有集团做账的 大概就是4123的陈德 因为陈德 旗下有非常多的这个 就是转投资的公司 像是长盛 益安 永兴 国光盛 这些是在台湾挂牌的 还有一些是在国外挂牌的 那在陈德就有表示 在明年转型为控股公司之后 第一个 财报就会扩大任列 其他转投资的这些收益 所以这个部分的想象空间 来自于公司 也对于2025年 就是未来这两年 他们孕育要孵出八家的 这个独角兽的企业 就是市值大于 10亿美金的这些生计公司 看起来这个是相当有这样的一个企图心 所以以陈德来讲 位置点相对低 那么集团的作帐效应 明年的转机之下 黄色的那条季线 我觉得可以去视为一个压力点的观察 如果能够有效的一个去做突破的话 我认为短线上 股价应该有机会 刚好最近的一些 异财的一个展览举行之际 有机会股价 或许在这个地方再冲一波 可以去做一个关注 这个我觉得是在做梦行情的部分 不管是在 刚刚谈到的电动车相关的 甚至连生计相关的这些产业 有梦最美 而且是有机会实现的公司 他有机会去走一波的一个 我觉得算是 做梦行情的一个表态 那再来就是 国防军工的部分 就是良性的轮动 像昨天股市现场 有其他专张有谈到的 像是6234的高桥 有切入到这个 国军的这个体系当中 而且营收占比有三成 算不少 那你看高桥的部分 两天就两根的涨停就喷出了 你看它的技术面形态 也是整理了很久 而且算是 比某些这个 所谓的航太军工的 这些概念股 更纯正的军工股 反而先前没有动到 今天就有这种 落后的性的补涨噴出的味道 然后盘中有新闻有谈到 做这个特殊材料的 塑胶皮布的这个 1342的八罐 也有打入到这个 欧盟相关的这个防弹衣的 一个布料涂层 就是供应北约军队的这个防弹衣的材料 这个是八罐的一个特殊材质的部分 我们先前就有攻入到航太博音的供应链 那这次也有拿到一些军工相关的题材 股价也向上去做一个表态 那再来如果说以明年的业绩展望性上来说 我觉得业绩也是相当好的 我们之前在股市现场也有谈到的 4916的世新科 因为世新科的部分 它是在国内少数能够打入到 美国的一个供应体系 因为你要跟美国的这些军工国防 要有更密切的往来 你必须要通过这个ITAR的国防认证 那世新科是国内为二 扣除掉汉想之外 世新科是第二家取得这个ITAR认证的公司 所以在前几天的法说 世新科就有谈到一个重点 因为美国国防的预算 在明年会成长到8000亿美元 再度写下新高 还有一个就是来自于 今年的乌尔战争 我们都知道很多美国是奥援 给乌克兰一些军事设备的部分 这一块也把大量的库存消化完毕 所以两项因素加在一起 在4916世新科的法说也有谈到 明年相关的这种军工国防的 这些客户的拉获力道 会有很明显性的转强 举例来说像是世新科之前 供应给美国的这个无人机的 这个监控器孔的一个面板的一个部分 它就是一个独家的一个供应商 所以这一块的一个业绩面上来说 成长性是蛮高的 再加上在低轨卫星事业的部分 这一块其实也是正在起飞的阶段 尤其SpaceX在4916世新科的营收占比 在明年有机会成长到10到15%左右 这一块的成长性 我觉得对于它的一个获利是加分 因为单价产品的毛利率是高 所以短线上它沿着蓝色的那一条 我们日线去做一个攻击的一个形态上来讲 我觉得应该是还有一个成长的一个空间 因为毕竟刚刚聊到这个军工国防甚至延伸到网通 甚至相关的这些产业的部分都在处于走深 那世新科也有拿到这个美国电信商三年的长单网通的一个订单 所以上次法说也有谈到明年的业绩 法人预估有机会是呈现双位数的成长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选股的话 还是可以找到一些 我们常讲的落后性的一个补涨 然后搭载着一些集团的作战 举例来说像华星集团 其实你看华星虽然在今天的走势比较疲乱 但是它因为已经先攻了 它在11月份已经先发动 我们今天可以大概扫一下华星集团的公司 其他的我们不看华星 其他华星集团的个股 举例来说很久没动的3049的核心 你看精英的股价 其实没什么特别的利多 但是动起来 然后2344的华邦店 这个记忆体产业利空还不断 甚至有些法人的报告谈到 记忆体价格还要持续跳水 但是记忆体不管是整体的表现 甚至就华邦店来看 股价也不跌了 或许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 集团作杖的一个效益会开始蔓延开来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 还是可以去找寻一些在集团股当中 还没有发动的个股 或许在短线上在最后年中 这个作杖之际 还会有一个坛生的空间 不过今天很多开高走低 就是今天早上大家也看到了这些化学材料的就以三幅化 如果把江波图找出来 这个也开高然后走低 然后例如说矽晶元就以中美金 我的意思是说今天早上就演出很多开高走低 当然不至于跌 但是早上的这种代表投资品有在换股也好 或者是换手的一个动向是有的 对没有错 因为有时候大盘一开高 那尤其这一波的 不管是个股或是指数的涨幅不小 有时候引发到市场上的卖压 第一个会稍微比较沉重一点点 但是第一个来讲 我觉得无碍于这些 有些个股的一个多方态势 因为有一些算是从底部上来的 类似像你说中美金也好 因为毕竟矽晶元目前还是有些杂音 但是它跟我刚刚谈到的低润很像 已经有点利空不跌了 所以你看中美金的一个K线的形态 其实它是处于一个横向阶段的一个整理 所以慢慢的我觉得是说 在一些比较业绩有机会突出表态的公司 因为接下来已经要公布了这个11月份的营收 所以我会建议投资朋友 把注意力焦点放在这一些11月营收 有机会不错成长的公司 它会成为12月上半月 先行表态的 因为毕竟你有基本面的支撑 我们讲嘛 这一波涨叫跌升反弹 跌升的个股 基本面或许衰弱的个股 可能都会动 但是不可能是一路上去 因为你要能够一直往上扶摇直上的话 必须要有强而有力的基本面支撑 所以搭载的题材 跟基本面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话 我觉得可以从这些营收成长股 投资朋友在接下来的操作 可以多加留意 OK 也非常谢谢电信王子玉堂先 跟大家所做的一个说明